据报道,印度正在卫习陆军主战装备阿雄坦克进行升级。 升级版阿雄MK1A包含70多项改进,其中包括19项重大改进。 并于2018年末,完成了最终验证试验,阿雄原本只有58吨重。 改进之后,战斗权重达到68吨超过了美军的艾布拉莫斯·阿雄MK1A主战坦克, 加装有国产爆炸反应装甲升级后看似高大上了。 不过这种对位对坦克的负面影响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就是对发动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阿雄坦克的发动机本来就有很大的问题。 在高温环境中它的功率会损失掉20%以上,现在又继续往上堆砌装备。 其压力可想而知,坦克特别是主战坦克,现在都在努力减肥。 为的就是更好的实现机动性,以试验复杂多变的战场。 轻型坦克主打的牌就是跑得快,打得准有很好的战场适应性,其机动优势是重型坦克望尘莫及的。 而且现在一些轻坦的105毫米火炮在正常交战距离上击穿500毫米的装甲是保底穿深,足够穿透中低端三代主战坦克的炮塔正面另外。 这种火炮的射击速度很可能高达12发每分钟甚至15发每分钟以上。 阿琼的主炮射速为6发分实战环境中。 先挨揍的一方是非常吃亏的也就是说,阿琼跟大量的轻型坦克发生遭遇,可能会死得很难看。 XM360型120毫米轻型坦克炮,2017年,美国陆军为步兵履集战斗队, 提供一种新式轻型坦克,展开招标美国陆军当时明确表示, 新轻型坦克将跳过研制阶段,直接选用成熟货架产品。 该车装备未来战斗系统FCS研制等XM360是120毫米主炮。 美国陆军在标书中要求2025年,用新轻型坦克装备第一个作战单位。 这说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对这种装备需求的迫弃性2018年底, 中国国防部宣布国产清坦已经服役足尽中国军队对这种新式装备的重视程度。 坦克的发展趋势已经不是重型化,而是要让这种作战单元的细细化和火力实现完美的统一。 其实只要火力足够那么坦克的防护能力强弱,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能够相互击穿的情况下,就是要看谁出刀,更快笨拙的阿群,明显会骂半拍这半拍就是最要命的,利刃转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